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市馬團賽馬集座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麻煩可以按影片右下角紅色訂閱和訂閱這個鈴鐺 再按右邊的鈴鐺去訂閱我的頻道支持我 多謝大家 這次又有新嘗試 平時我都會做很多有關賽馬話題的影片 但會比較深度,會比較詳細 而這次的新嘗試也是做一些馬圈話題 但會做一些比較即時的話題 一些短平的形式 所謂的馬圈短打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這個時勢,大家在家庭辦公室 大家在家庭辦公室看影片 我多了時間在家庭辦公室做多些影片 所以也有這種嘗試 繼昨晚的賽馬結果 這個賽後平的影片之後 有多一種新的方式 去提供一些馬圈的資訊 或者表達一些我對馬事的看法 或者意見給大家參考 看看這條影片可不可以受歡迎 如果受歡迎的話,我會做多些 如果不受歡迎的話,接下去 第一件要說的事 就是有關於2月12日晚的夜賽 賽後的其中一個焦點 就是關於當家喉王 他是輕鬆取勝 臨場重飛 2.9倍得手 看慣賠率 都覺得這些飛是很硬的 臨場再打一層 隔夜一直都熱 然後出閘再熱一點 連孖寶所有東西都下 結果真的信心十足贏了 而賽後就是令人嘩然 當然昨晚馬場沒有人 如果馬場多些人就會嘩然一點 因為打完時間出來 原來當家喉王爺馬的時間 是破了跑馬第一千米的全港紀錄 總時間是56.11 破了舊紀錄是0.14秒 即是14線 所謂的 舊的紀錄並非頂級的馬 其實就是舊的紀錄 而且也是在今季的事 今季已經破了一次全港紀錄 而這個紀錄被當家喉王打破 賽後大摩日常接受訪問 當然是日常說馬好 能夠做到快的時間 也有前景可以上高級的賽事 不過要注意 當家喉王這次雖然不破紀錄 但贏了一場是三班賽 這場是85分頂 但很多對手大部份都是來自第三班 小部份是二班馬 所以他是對一些弱的對手贏的 能不能夠上到頂級的層次 這個真是言之上早 雖然說紀錄時間 剛才也說過 上一次破紀錄的馬叫做亮先生 亮先生也只是一隻二班材料的馬 而當家喉王做一個比亮先生快的時間 並不太出奇 可能也有關於路程的問題 這個跑馬第一千 事實上很少開頂級的賽事 最多都是開第二班 第三班就多了 所以形成 就算他的全港紀錄 都是一些二班的時間 而當家喉王這次能夠做到這個時間 當然是出色的頭馬 但似乎不要誇大這次的仇馬水準 第二宗消息要說的 就是有關在下半季 將會有新的十磅仔 新的建築騎士回流回香港 陳家禧跑到現在 還在減十磅 還未贏過二十五場 但到季尾又有新的十磅仔 跟他爭過了 可以說是挺難搞的 而這位回來香港的建築騎士 就是劉宏 劉宏在南澳洲實習 這裏就說他贏了五十四場 贏了五十四場 回來香港會有減十磅的優惠 事實上之前 在南澳受訓的香港建築騎士 也有很多 譬如說最出色是潘明輝 潘明輝基本上是萬富圍的前列騎士 我忘記了他有沒有贏過萬富圍的冠軍 總之他在當地也是最頂級的騎士 南澳有很多馬場 通常大騎士是跑萬富圍的 小騎士就是鄉鎮的馬場 所以潘明輝當時在南澳是最頂級的 而這位劉宏也是在南澳洲拆騎為主 但是他很少在萬富圍出賽 通常都是一些南澳再次一級的馬場上陣 所以現在的劉宏 其實在南澳的水準 證明得並不太多 而以我有限的次數去看南澳的賽馬 劉宏通常騎的馬要不就是冷門 要不騎的熱門就多數會死 讓其他大師傅贏 所以形成他在當地實力坐騎並不太多 又給大家看一幅劉宏的生活照片 劉宏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身高是非常矮的 我們說騎士要有騎士的身材 劉宏的身材很適合做騎士 他的實際身高應該是一米四八的 以我記得一米四八 即是一米六也沒有 是差很多的 即是五尺差兩寸的 而我們現在看到這幅相 其實是他現實的生活照 他在澳洲和當地人士拍照 沒有P圖 沒有改圖 絕對是真的 所以他是相當矮的 矮度是怎樣呢? 其實跟熱鬥小馬的騎士 三本監坐是一樣的 即是比一般騎士特別矮少得多 對於他拆騎有沒有幫助呢? 可能有幫助的 騎士的身形比較矮 跟馬的甲檔會比較穩陣 招雞就是這樣 重心比較低 而我看他在當地騎士 都好像一些澳洲式 打車輪邊 但是他沒有拋薑拋檔 表現剛才也說過 是很一般的 他是未能夠上到南澳洲 最高級的水準 所以回到香港 他可以跑到多少呢? 真的要拭無以待 以我看他跟陳家熙差不多 跟陳家熙差不多 暫時來說 沒有任何因素 令我看好這位劉宏 在香港的發展 最後一宗資訊 也要跟大家說說 星期日 即是2月16日 香港也有兩場 國際一級賽上演 分別是 香港金杯 跑2000米 和 呂黃銀熙紀念杯 跑1400米 這兩場賽事 因為是國際一級賽 所以也有海外賠率 讓大家參考一下 即是外地人士 都會注意這些香港的大賽 所以他們也有盤開 有些固定的賠率 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 就是這場香港金杯 看到香港高級 大熱門時時精彩 1.66倍 1.66倍 這個賠率是非常熱的 除了大家看數字之外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上次我跟大家說 金槍60 1.9倍 其實已經相當之熱 時時精彩 再熱過金槍60 所以外地的莊家 似乎非常看好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這些固定賠率 通常會比 彩池制的賠率要好分很多 才對的 因為這些固定賠率 你買下去是有風險的 是比這個彩池制大 那個風險就是說 譬如馬匹是退出的話 你買固定的彩池 你買固定的 它就會殺掉你的1.66倍 即是你會殺掉的給它 如果買彩池制 譬如買馬匯 你買時精彩 退出了 你也可以收回退票 如果買孖寶 就轉頭大熱 但是這些固定賠率 如果一隻馬退出 就是當輸的 所以這個賠率 一定要好一點才對 如果以固定賠率來說 時時精彩 都是1.66倍那麼少的話 即是說這個賠率是非常熱的 即是外圍莊家 對於時時精彩極的肢體好 而刺熱門就是添滿意 已經添滿意 只有6倍 然後幸福分享也有飛 暫時開得比較熱 有8.5倍 然後龍骨飛羊 這隻反維也有8.5倍 這幾隻刺熱 第三熱 似乎吸數和能力都相差很遠 同時時精彩來計 所以 即是時時精彩 現在只有1.66倍 即是買3倍2 3倍2 大概是 都有他的理由 至於另一場 就是呂王銀禧紀念杯 比較亮點就是 爭分奪秒 鬥美麗全城 短途馬王 決戰一里王 就在14米的中立路程 決勝負 兩匹馬都可以應付14米 外圍莊家怎麼看呢 原來他們是看好爭分奪秒多很多 爭分奪秒是2.25倍 而美麗全城是3.25倍 即是大家都覺得爭分奪秒 在這一刻 是比美麗全城好多 美麗全城有3點多 所以大家要臨場要注意 如果臨場的採持 香港馬會的採持 對於美麗全城有太多感情票 買到它很熱 只剩下20多元 或者10多元 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實在外地的莊家 認為爭分奪秒的贏面 比美麗全城大 接著是旺客王 5.5倍 都是比較正常的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亦喜歡這種新的嘗試 請不要訊息 在我的影片下 給我一個按讚 還有把這條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看到 如果大家對我剛才說的幾件事 或者對於星期日的賽事有任何意見 歡迎大家在我的影片下留言 最後謝謝大家收看閃馬田唱馬集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